尿道下链的手术 尿道下链的手术是一个非常仔细 而且是一个非常要有设计理念在里面的一个手术 因为它不是一个标准的手术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的 他的这个局部的发育都不一样 那么每一个大夫的思路可能都不一样 那么手术的方法和手术的一些细节也不完全相同 但是就是这个手术它对人气 因为它毕竟是在起表 对人气重要的器官呀 对人气整个的影响一般来说不会太大 那么主要是一个麻醉的一个风险 和一些出血的这样子一个风险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做了手术以后效果的问题 那么一部分人可能一次做了以后效果很好 一次达到我们的前面说的我们三个目的 阴镜也直了这个尿道也到了这个阴镜脱了这个就是外形也比较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手术就非常成功 那么当然也存在这个漏尿伤口裂开伤口的感染 尿道的狭窄等等出现一些并发症 因为并发症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样子就是它的一个手术的风险 那么这些并发症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也会采用相应的办法去想办法解决 总的来说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不太大 主要是一个效果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